朋友聊四季 天鹽弩星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薩拉生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紅方是選擇了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弓兵的攻擊速度特別的快速 而且他的駱駝呢 本身還有這個皇族血脈的加成 對於近戰的傷害可以減3D的效果 當然自己的彎刀勇士也是 伊索比亞人後期主要還是打工兵跟槍兵為主的文明 駱駝跟彎刀勇士還是比較屬於輔助的部分 接下來介紹一下薩拉生人 薩拉生人的話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兵 護工兵打劍之物有額外傷害加成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時打破木牆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遇到薩拉生時遇到工兵開 你要特別注意他的工兵打的木牆要特別快 那薩拉生人本身是零經濟加成的文明 他只能透過市場經濟調節 拿到一些優勢 但是只要一有買賣就有傷害 所以一買賣你的經濟還是會傷到一點點 但是薩拉生人的話 可能比其他文明來說沒那麼傷 那薩拉生人後期主要是打工兵 還有打自己的奴隸兵 還有這個駱駝的部分 都是比較適合他的 因為薩拉生人的奴隸兵跟駱駝都有血量加成 而且奴隸兵的話 對付騎兵單位的增傷是非常高的 那駱駝的血量也是遊戲裡面最多的駱駝的文明 那薩拉生人的話 玩法比較偏向於工兵配上駱駝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加速看一下兩邊的地方 那目前看到呢 石頭在下方左邊有黃金 上方有果汁喔 那這邊看起來地圖來說還不算太差 但是他的黃金在左邊就很慘了 那還好他後面有兩塊黃金喔 而且地圖來說這邊可以直接圍到底 這邊來說至少合格了 雖然黃金在前面也有點慘 但附近的部分在裡面還OK 果汁也在裡面喔 那待會就是會這樣直接小圍喔 這邊也是可以直接圍死的 那中鐵肉圍小圍的部分 投資經濟資源不多喔 所以還可以玩 那來看一下 一手比亞這邊 一手比亞這邊是黃金在上方 左邊是附金 右邊有一塊附金喔 還有石頭 那果汁在前面喔 那這張地圖來說是比MBL 這邊還要更慘一點的 這個要圍的話要圍蠻大的 這邊要圍...然後這邊也要圍喔 都要圍蠻多的 看起來是不怎麼好圍這樣 這樣子直接圍大圍到底 那這部分可能就是要... 到城堡時代之後才能圍大喔 那一開始喔 我還是比較建議小圍喔 就這樣子小圍起來 直接這樣圍到底 然後TC連防一下 這邊圍到底 然後這邊稍微圍一下 各種小圍小圍 但只要記住喔 這個遊戲你只要前起喔 圍的小一點的話 就可以讓你... 這個... 軍事單位有比較好處一點 也不會讓你有這個... 城堡時代落後於人太多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玩這個遊戲的話 盡量不要去... 太...練習大圍喔 我是要在... 封箭時代喔 趕快上封箭時代 然後出多一點兵喔 用兵去防守練習喔 可以讓你... 進步的更快一點喔 好... 那目前看到軍營 前方... 要不要安置槍兵呢 那我們這邊看到 沙拉森這邊是打一個棒棒開局 那棒棒開局對沙拉森來說 這個文明喔 並沒有特別加成 那目前看起來MBL 可能是要來打一個棒棒黑跳城 因為他的地圖喔 要黑跳城兩隻民兵爭取時間喔 其實是OK的喔 就要來看他這邊是不是要來打黑跳城 好 這邊直接硬尻 但是後面的工兵出來了 綠索比亞的工兵攻速加成 射得很快 而且這邊直接關本獸 哇 關廁所打法 OK 看來誰要被射掉了 哇 MBL喔 這邊直接損失了非常多的單位 結果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上面這邊也不敢偉大 尷尬了 他可能太早出門喔 上面沒有太乾淨 可能以為這邊不能圍 所以決定這邊小圍喔 圍到果子這邊圍起來 然後這邊再圍一下 好 MBL這時候轉出了毛病 開始潛壓 那伊索比亞這邊工兵開局喔 其實攻速還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只要能拿到高打低 然後MBL這邊又不點一級的工兵鎧甲 是有可能使用工兵喔 直接射爆 毛病的喔 這部分 MBL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工兵繼續出 來到了7隻的工兵數量 那這裡要轉兵嗎 還是不轉呢 MBL圍了一個很奇怪的圍法 這樣子圍跟這樣子圍是一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MBL的視野就知道了 好 這邊毛病過來 肉麻被戳掉 好 MBL果然沒有看到這個地方喔 所以他沒有辦法直接圍到底 他只有稍微小炭了一下 OK 那目前兩邊都已經點到了城堡時代 那伊索比亞是點了城堡時代之後才點一級色喔 非常偷 好看到MBL出這麼多的毛病喔 他可能沒有想要潛壓了 可是選擇剩到城堡時代再說 好 後面工兵出來這一波才是主力喔 這個是幼兒 好 剩到城堡時代趕快點一下奴兵二級色 然後馬上就要來潛壓 木牆了 好 那這邊點了工兵鎧甲 哎唷MBL還是很厲害的 知道這個時間點點什麼科技最有幫助喔 沒有錯喔 這是工兵鎧甲 好看一下這波操作 MBL其實秀得很不錯喔 有啦這邊的工兵只剩下四隻 四隻奴兵的話傷害效果其實沒這麼大了 但是有潛壓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看起來有點擋不太住了 好 看到工程器製造所 馬上就補了一個 新的工程器製造所在前方 準備要來出投石車 好 下方補了一個削弱道院 好 呃 伊索比亞這邊也有出騎士 好 這邊毛兵 頭一下 哇 這邊是黑地圖阿 看地圖很危險的阿 直接中到邊的兵的臉上 哎呀 插一下 老頭趕快出來招搶這隻騎士阿 這隻騎士像是無雙狀態 想打誰就打誰 這毛兵 完全沒有可以反擊的方法 好 第二隻騎士又過來了 頭車砸了一下 先解決一隻 好 這裡唷 維木牆 可能要拉很多村民來修理 老頭還有10% 出來招搶 哇 直滴 可以 雖然這邊 雖然沒有拿下頭石車 但還是讓一些村民腦去修頭石車 造成一些經濟損傷了 OK 這邊還是有讓 伊索比亞這邊賺到一點小小的甜頭 好 那兩邊都沒有在開弄 而是要來前壓的樣子 好 這邊看到頭石車有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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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聖物收集的差不多 收集到兩個 但這一波前壓 讓伊索比亞這邊壓力有一點大 因為現在在轉這個奇兵鎧甲 但這時候MBL已經轉出了3TC 開弄了 伊索比亞這邊是3TC 收集數待會可能會落後一些 好 收集車長了一發 村民被收掉了一隻 還可以唷 OK 那這邊這個組合 其實可以轉點 肉馬加駱駝 的一個打法 當然 存肉馬的話其實沒問題 伊索比亞這個文明很特別 他雖然沒有三級的馬卡 也沒有品種 但是他確實有大肉馬的文明 他的大肉馬只有75DC 偏少 好 正面頭石車出來 想說前壓組加領已經準備好了 在毛邊內防守 頭石車可能可以逃得掉 OK 這一隻活了下來 好 騎士直接上前前壓 哇 結果正面的老頭 不知道什麼時候偷偷被打死了 結果正面騎士過來 這邊在毛邊跟頭石車就沒轍了 尷尬了 這一波打法 MBL雖然守住了正面 但是損失了在敵方家裡的兵力 好 結果MBL3TC開弄之後 鬼轉馬弓啊 欸 這個馬弓 出下去 會是好事嗎 當然 善拉聖來說 打馬弓也不是太大問題 他也是能打 但對方是伊索比亞 攻兵攻擊速度很快 打馬弓只有這個 價格上的優勢 還有攻速上的優勢 要在體制來說 萨拉聖的馬弓血量是比較多的 好 這一波看來前壓不成 選擇要撤退了 OK 也轉出一些駱駝 駱駝血量很高 111滴血 平衡點一下就變成130滴血 好 這邊前壓再去打 哇 打到了一些戰毛病的血量 這時候MBL點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直接把馬弓血量拉到最高了 伊索比亞這邊可能待會要思考的事情 如果對方轉馬弓 自己要繼續轉弓兵嗎 雖然自己轉弓兵的話 正面單挑這個馬弓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價格跟弓數來說 有一定上的優勢 但是遇到對方戰毛兵 還有騎士駱駝的一個干擾的話 雖然用弓兵也是能打贏 雖然太多的話可能還是需要坦克 看要不要轉一點槍兵 或者是轉一些近戰單位 去當肉盾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要直接硬解的話 感覺出個駱駝或是肉馬 去扛正面就好了 因為你出槍兵的話 馬弓會有優勢喔 那伊索比亞人這邊的話 出肉馬的好處是 可以打爆戰毛兵 還有這個 就是當坦克啦 也沒有辦法說打贏 但是出騎士跟弱駝的話 很容易被招搶走 如果是出肉馬的話 可以打戰毛兵 還有老頭 都打得贏 所以就要來看一下 伊索比亞 待會後面會怎麼打 其實我覺得伊索比亞 雖然弓兵很強 但是他對於這種 克制其他單位的兵種 其實沒有那麼強勢 這也是伊索比亞一個 後期的一個問題 然後投車這邊很近了 可以砸了吧 但是砸的是馬弓 哇 直接砸到就血量 這裡馬弓下量只剩286 哇 血量噴了很多 回頭打一發 OK 收掉了投石車 勾名繼續往前 這波微操打得非常漂亮 老頭三隻都已經倒地了 這邊老頭秀得很好 哇 尷尬了MBL 老頭全倒 四隻老頭全死 正面突然被黑暗的操作 直接秀爛 投石車也是打好打滿的 拿高的部分也被打到立法 投石車的關係 所以血量現在非常殘 那目前 黑拉這邊組成 可能要轉一些 駱駝 出去當肉盾 然後再轉一些 戰毛兵或者是馬弓 繼續正面硬扛 好 黑拉要準備前壓城堡了 但壓的位置 並不是這個高地 算是比較偏保守一點 哇 這波交戰 看起來MBL有點小傷 好 好 那黑拉這邊打的是3TC 然後樹上帝王 他的村民數87吋 雖然落後於MBL大於2吋而已 但沒有落後太多 OK 現在目前兩邊村民持平了 MBL這邊村民數 目前是92吋 對上一手BR92吋 那帝王時間的話 超大約慢了1分鐘左右而已 並不是差距太大 好 這裡補了一個城堡 那MBL後期 那MBL後期 也可以考慮轉一下 投石車的中頭 或重頭 那一手BR 很怕投石車嘛 這個奴兵的部分 那上下三人他有金冠科技喔 重沛 可以提升投石車 跟巨型投石機的傷害 其實打工兵來說 後期也是很好用的 那一般情況來說 中頭就已經很克制 強弩這種單位了 所以出重沛來說的話 可能效果沒那麼明顯 但我覺得還是 可以值得以用的一個科技喔 這個金冠重沛 好 升到地獄時代的一手BR 已經升級強弩了 MBL拉了一些馬弓 到了沛拉家裡很騷擾喔 這邊馬上起了兩根劍塔 想要防守農地 也確實逼退了MBL的馬弓 好 正面城堡順利拆除掉了 這裡要選擇往後撤 好 這一拖馬弓 讓KR的阻力喔 也往回舊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 好好的往外跑 好 這邊直接一個 圍死 想要讓MBL的馬弓 沒有辦法跑跑 哇 最近強弩射的速度 實在是太快了 OK 把這個房子射掉 所以我們還是跑了出去 那這一戰喔 讓MBL也是 小小賺到了一點點頭 殺了蠻多村民的 OK 這邊斬毛兵 繼續往前 OK 這邊斬毛兵 繼續往前 哇 右邊 巨型頭司機 可以 能夠拿下嗎 再一發 但後面有東西在修 哇 結果還是被打掉了 欸啦 這邊的工程 雖然失敗了 但是正面的部分喔 兵力開始慢慢聚集了起來 而且還轉出了火炮 那伊索比亞人喔 點下了精冠技術喔 火炮的攻擊範圍 擴散也是非常強大的 那兩邊都是一個 工兵文明喔 一個是 讓 投石車跟火炮 那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沒有火炮 沙拉社沒有這個火炮加成 那伊索比亞這個 讓工程器喔 可以讓火炮啊 投石車喔 這個打的範圍更廣闊一點 可以讓他的 火炮呢 變成流戰炮一樣 這個弱彈範圍 非常廣闊 哇 炸下去 很痛 火炮 可以克制住 沙拉生這邊的 巨型投石機的攻勢 兩邊可能要變成 陣地戰交戰了 那我們頻道喔 蠻少出現這種 工兵附打的影片喔 那最近有觀眾在反應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都是工兵國 就是頂尖選手的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通常工兵戰的一個對決喔 不外乎就是 多搭配一些戰毛 頭車火炮 去進行克制喔 那當然工兵的一個走位喔 還有這個後面的組 配兵組成喔 也是蠻值得一看的 好 好 那MBL這邊轉出的是老頭升級 沙拉生的 生旅科技線喔 其實是蠻完全的 可以點這個印刷技術 還有啟示思想 讓自己的招搶射程 跟招搶的效率 有變得更好一點 OK 頭十射直接打爆 十二射程跟老頭一樣 瞬間反擊 結果拉到太后面 被戰毛兵給反制了回去 下方偷挖射手村民被抓包 地索比亞這邊轉出了肉麻 可以點下三級的工兵鎧甲 沙拉生人在列補下了異攻 開始慢慢轉弱駝 想要反制一下對方的肉麻 這邊村民死傷物件慘重 但還好現在MBL已經140村了 現在村民的損傷 也可以快速補回來 MBL這邊決定要來打一個僧侶戰了 神權震治也點下了 神權震治這個效果 是可以讓所有的僧侶 招搶一隻之後 只要一隻僧侶可以休息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把十隻僧侶 招搶一個單位 然後其他單位過來的話 你就可以把一隻一隻的僧侶 去招搶對手 那這樣子他也不會中斷 這個招搶時間 其他單位也會被瞬間招搶 這是我比較常用著著想的方法 這個讓大家考慮一下 參考一下這個聖女的著想方式 每個人的著想方式不太同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是最便捷 最有效率的方法 雖然很吃手術 但不會讓你的著想出太大的問題 成功率是比較高的 不會那種 讓你一著想馬上就出事了阿伯 哇後面真的出事了 雖然這裡有城堡可以防守 但是損傷到一些村民 那我認為阿 目前這個駱駝就不用出去了 那待會殺了生人 也可以轉一下漏馬 去對方戰力的農田騷擾 那這邊的部分 待會可以轉一些大量駱馬 也去抓掉這些村民阿 這個火炮阿 或是戰毛兵阿 都是比較適合一點 雖然打駱駝血量很多 但是不帶抗箭矢 而且黃金吃中也是蠻多的 如果待會要轉工程器或是馬弓 可能還是要留一點黃金 給自己的工兵單位 或是一些主力單位 會更好一點 哇我覺得這邊的伐木弓 是不是要全撤 這邊不撤的話會很慘阿 可能跑到後面這裡 會好一點 MBL 果然轉出了大落馬 還有三級的馬卡 原來對方這個配兵主神 真的很欠出肉馬 好 一手BR這邊三攻補下 金冠技術也點了 金冠技術補下之後 自己的榴彈炮 落地範圍非常廣闊 好結果後面這一坨村民 被騷擾到了 好 駱駝打肉馬一定沒問題 但重裝駱駝還沒有升級 哇這就是一手BR的肉馬的問題阿 被三毛兵打很痛阿 已經沒有三級馬卡 也沒有品種 血量非常少 一隻輕騎一兵只有60滴血 好 但正面城堡順利用火炮給吹掉了 好 MBL這邊 農田可能要再多撒一點 才可以順利轉出肉馬 這邊補了非常多的馬舊 OK大洛馬重出鞘 7加2 血量95滴血 三級攻旁邊無下 那正面這邊的科技線是更完全的 雷手BR這支科技線 少了三級馬卡跟品種 大洛馬升級好 只有75滴血 有點慘 而且沒有三級馬卡 這邊戰毛兵打下去還是有點傷害的 但是後面的強奴攻擊速度有夠快速 而且後面有火炮一直給追手的戰毛兵壓力 即使用了閃陣 還是很容易被火炮打出大片的傷害 哇靠這火炮打到自己的肉馬 OK這邊強奴加上肉馬推進 殺三人這邊很尷尬 這邊轉來老婆出來的話 對方肉馬這麼多會很難打 完了 這一坨肉肉馬進來 家裡沒有駱駝防守嗎 有在上方 趕快拉回來救一下 左邊部分被拆掉了一個攻擊器製造所 火炮這邊看到巨頭 要不要來抽打一下 完蛋 直接被砸掉兩台 好痛 OK火炮這時候被四隻肉馬追著打 但能飛掉一台嗎 可以 第二台有機會 哇靠 火炮只剩下一台 來這邊瞬間大量肉馬往前 但是火炮離死之前 還是打掉了非常多的戰狼兵 戰狼兵現在只剩下13隻而已 大肉馬直接上前硬追 追掉了非常多的攻擊器單位 這邊強奴也是被逼迫到 前堡下的自群防守 來這一波交戰 NBL還是有點受到傷害 雖然這邊打贏了 但是後方村民死傷慘重 地上都是村民的屍體 好 MBL這邊轉出了更多的大肉馬 還有戰毛兵進行反制 單只靠 垃圾兵的話是打不贏的 願意索比亞這邊有非常多的強奴 強奴攻擊速度很快 也可以瞬間把MBL的肉馬給射光 好 後方大肉馬繼續燒了 好 這也是玩弓兵果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你不能單純用弓兵往前推 還要用一些機動性單位 一直去後方燒了 這也是為什麼玩弓兵果 比較考驗 玩家的手術跟操作的一個問題 所以新手們比較會被推薦去玩肉馬 或去玩馬國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馬國的操作 要求並不是那麼的吃重 弓兵果 除了要控工兵之外 也要轉出一些騎兵單位 才可以有效把這個國家的特性給打出來 甚至要打這個護兵 這是蠻常見的工兵果的一些套路 好 那目前看到MBL中間的部分 開始慢慢搶了回來 但是後方農田一直被騷擾 三級工現在才補下 但是後面的農田已經爆炸了 現在創名數值391吋 對上黑拉135吋的經濟差距 好 大家看我這塊金還可以挖 好 農田部分有點被受到干擾 經濟有點不堪負荷 好 大龍馬第一時間被拆掉了 左邊的城堡 努力防守當中 看起來MBL有點難扛回去喔 對於這種搭配組合 可能也是要轉一點駱駝正面扛 但是如果轉駱駝的話 正面的殺傷力就會被降低很多 那我是覺得現在轉駱駝不錯 只要正面大洛馬的威脅消失之後 後面的這些強武 可以用自己的洛馬將戰馬兵淹過去 會更好一點喔 現在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駱駝上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現在連重裝駱駝都還沒有升級好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轉出來也很困難 然後黃金可能要再多補一點 但是他後方一直被騷擾住 這些大洛馬真的太煩了 其實只有75滴血喔 這個大洛馬也是很好騷擾對方村民的 但這邊大洛馬來說 MBL有這個血量跟防御上的優勢 大洛馬要突破重圍其實有點困難 MBL可能要拿一坨戰毛病喔 所以正面直擊後方的強奴會更好一點 OK 強奴確實有被秀 但是右邊又再次被騷擾到了 MBL這邊被多線多到不要不要的 雖然正面MBL可以打得贏 但是多線來說還是有點被受到干擾 村民數已經降到只剩下七十幾圈了 哇 村民差距約為五十圈 MBL還能再繼續嗎 真的太慘了 左邊沉沉中心也被打掉 MBL這時候突然打出了聚集 哇 沒有想到一手邊這邊用著自己的大洛馬 扛著這個體質劣勢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贏這場比賽喔 這個相當不容易喔 兩邊都是打一個洛馬戰爭喔 但是打了一個多線喔 跟沒有多線的差距喔 就差別在這裡喔 所以如果大家要練工兵果的話 這個多線操作也是必練的能力之一喔 這個大洛馬的多線操作相當重要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是由這個伊索比亞拿到全部的勝利 因為自己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而且還有四生物 MBL這邊經濟被燒到很慘 一直被多線操作 雖然正面一直有反推回去的跡象 但是後方經濟一直被燒了喔 到了後期喔 經濟真的是跟不上對手 直接打出GG喔 也沒有辦法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試試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